爱你哟 爱你哟 你是我的痊愈者 心安国小幼儿园小朋友用可爱的歌声舞蹈 欢迎市长蒋万安到来 身为三宝爸的蒋万安表示 夏季是肠病毒流行季节 自己的三宝就感染了肠病毒 而国小学童及幼儿抵抗力较弱 密集群聚的教室非常容易交互感染 过去疫情时是被动防疫 而在后疫情时代做法要改变 必须主动降低感染风险 在后疫情时代我们很多的做法要改变 因为在疫情的时候我们是被动的防疫 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 在后疫情之后我们要主动防疫 我们应该要更主动降低这些细菌或病毒感染的风险 所以我们就去年订定了室内空气时认证场所的计划 所以我们很高兴包括像孩子们经常出入活动的学校 教室 当然还有各个公共的场域 另外我们特别希望在短期内针对敏感族群的室内空间 比如说刚看到小朋友幼儿园 还有更小的托育机构 还有包括亲子馆 以及我们护理之家 对于这些长辈 我们希望在115年能够完成这些包括UVA杀菌的设备 来照顾他们的健康 把室内空气的细菌降低 能够减低他们感染的风险 所以很高兴 我们现在国小以及另外7所 我们有8个学校 谢谢新医员台达电 能够捐赠这样的设备 尤其刚刚曾校长提到 最近肠病毒开始又非常的盛行 我自己的三宝 现在就在肠病毒 真的 所以我太太很辛苦 她已经是第二次得了 肠病毒就是 我有感冒症状 喉咙很痛 还好她活动力 还算活跃了 还算旺盛 对对对 让我太太更累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很强调 这个很多的病菌 我们希望能够 助于个人卫生病菌减少 避免这些 包括肠病毒啊 流感啊 不断的流行 本身是单亲妈妈的 市议员王欣宜表示 孩子的健康是每一位父母的心愿 这次爱心捐赠行动 是以抛砖引玉的心情 呼吁各界支持 共同为学童健康安全把关 这次呢 这样子的一个爱心行动 在五星节前夕 希望可以给妈妈们 一个安心的教育环境 让我们的孩子 能够健康平安快乐成长 在我们的校园里头呢 能有更好的卫生安全 就透过现在新的科技设备 用这个疫菌灯的方式 在三秒钟之内呢 就能够有效的灭菌灭病毒 让我们的孩子在校园当中呢 不要再因为小朋友们的 免疫力比较差 就很容易在教室里头 去群聚感染 像是流感啦 肠病毒啦 感冒啦 等等的 未来呢 能够让我们的小朋友 能够更安心的在教室上课 能够让我们的家长也更放心 这一次呢 就是透过 各界爱心人士的一个捐款 然后我们采购了这样子的 一个台达的疫菌灯 那获得这个台北市的 这个环境品质的精植认证 那么能够有效的来灭菌 杀菌 抑植这个病毒 那同时呢 这样子的一个紫外线的照射 也是对小朋友是很安全的一个产品 是逢母亲节前夕 很感谢新一员 抛砖引玉 让我们的学校能有机会 在环保局的认证之下 拿到了荆棘 优质的这个认证 那我代表了家长会呢 还有我们台北国小联合会 学生会 也是非常的感谢 也希望在这些病毒肆虐之际 不管是肠病毒 或是各式各样的病菌 在校园蔓延的时候 其实只要一位学童感染 其他的家长家庭 还有交叉感染 都会造成很多校方 及家庭上的困难 那我们也是希望 透过这一次的活动 抛砖引玉 我们这八所学校 得到了荆棘认证之后 有更多台北市的 国小幼儿园 都能够加入我们的行列 一起大家为了环境 为了守护孩子的健康 一起得到一个荆棘的认证 室内空气品质认证场所 推动计划 主要是鼓励公司立场所 采取主动式防疫策略 加强通风换气 引入空气杀菌设备 降低感染疾病风险 奖师长上任以后 一直希望能够推动 这个室内空气品质 的这个场域的认证的计划 所以我们从去年 3月14号开始 我们就全力来推动 那我们现在呢 有分为荆棘跟荧棘 那荆棘的这个 细菌浓度会更低 那我们希望说 能够创造让孩子们 有一个更安心 更安全的一个环境 那大家都知道 现在不管是肠病毒 或是很多的细菌的部分 我们都希望透过室内空品认证 能够让这个 整个环境品质 能够带给孩子更好的环境 我想我们现在会有针对 包含这个敏感族群 包含脱阴 脱幼 那甚至我们现在开始鼓励各个学校 希望让学校都能够有 这样的异菌设备 让孩子真的可以在 比较安心的环境下来学习 八所修正小学分别是 心安国小 万兴国小 健安国小 木架国小 大安国小 景兴国小 景美国小及仁爱国小 北市府也将研议透过异菌设备 降低病毒细菌传染 为守护校园安全健康而努力 记者林习惠 台北报道 谢谢 谢谢